我觉得我这辈子想做的事就是写作 尤其是写作诗歌 诗歌创作对我来说可能是 从我认识字之后就开始喜欢吧 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是我上大学时候写的 其实我那会儿也对写作不是太有信心 我只是就是说特别热爱写作 特别热爱诗歌 所以自己感觉是写着玩的 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就给我拿到 云南那个滇词编辑部发表了 大概是81还是82年 大学毕业以后 我当时还是一边工作一边写诗 但是其实在物理研究所 他们还是希望我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专业上 我的写作的理想跟我的工作有很大的矛盾 我在1986年参加了师刊的那个青春师会之后 我就觉得我还是想这辈子做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最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从我们单位就辞职 一边打零工一边写作 这是我们中国的最厉害的女诗人 她刚才 这是给她妈妈看的 要不然她妈妈全觉得是我在里头 比如说我们来说 请不要评论 别评论 就不说好的 我真的和你一遍 是我们现在学校的 您算是什么 微信 拜托 别评论 我 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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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不讲